你好 又回到要跟Sylvia說說九型人格的 第七號、八號、九號的不同性格 那Sylvia,七號性格是什麼人? 7號性格是他們很喜歡玩的 經常喜歡新鮮不同的東西 一個創新者 他們都很喜歡嘗試新事物 有時候他們會覺得 可能未擁有或未試過的 會好過現在擁有或在做的東西 聽起來好像有點貪心驗舊的感覺 不健康的時候都會有這樣的傾向 不過成熟的7號仔 他們都會知道 可能嘗試新事物都去到某一個限度 所以他們有機會是一個科學家 有這樣的機會 其實不同行業也會需要這些不同性格的人 因為我們不同性格的人是可以互相補足的 那7號仔有沒有一些不健康之下的不好的東西呢 他們可能會是沒有什麼意志力 不過7號仔他們 我發覺他們很多時候都喜歡一些比較顏色的東西 Kendy 你有沒有一些產品是比較顏色的 有 我聽你說他們喜歡顏色的人 就是代表7號仔都是一些很樂觀的人 是啊 那我會喜歡新鮮的東西 就是要一些新鮮的設計 但是同一時間又不可以是長期 他們會長期大的嘛 他們可能過多兩年又想轉款的 所以我會推計這些 這些就是我們自己新設計的一個 Multi-Color的Sapper 這個是很新的設計 那它的價錢也不貴的 都是四位數字而已 那它可能長期長 它不喜歡可以隨時轉款 轉成這些Besol setting的手鏈都可以 即是可以重新這樣商量都可以 是啊 是 接著就夠賣了 合合他們的性格 還有它這樣動動動動動都很有趣 是啊 那我聽你分析 我覺得我都是有一點7號仔的性格 因為我很喜歡創新首飾的 我如果不做新首飾 我就叻叻叻叻 你都像 是啊 真的 那我想問一下7號仔 好像我們這些 那怎樣化妝呢 我們那麼喜歡顏色的 但是我的首飾又顏色 嗯 那可能會是一些鮮色一點的衣服 或者是一些鮮色一點的打扮會 是適合它們一些 還有它們也都是可能會買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可能買東西之前 如果不想家裡堆太多東西的時候 想清楚你是不是家裡已經有 相同或者類似的產品才可以去買了 即是7號仔有機會是購物嗎 嗯 它們是可能有機會 make decision 的時候會快一點 好像我 我最喜歡買東西的 很大件事愛的 那另外 八號仔 不如我們說一下 好啊 八號仔是什麼 那八號仔呢 他們很多時候呢 就領袖型 我們會說 Leadership 是的 他很喜歡跟一大群人一起 而這一大群人呢 他們在當中呢 就可能會是領袖 或者是阿哥 或者大家姐這樣的角色 即是他們喜歡lead一條team 他們都是的 還有他們對人都很爽朗 還有都算坦誠的 那他們是不是都是想要 例如一些project 任何東西都是他們先提出的 他們未必會是 即是怎樣說呢 他們未必會是很有創意地去提出一些project 那七號仔就應該會是 創意那方面是比較強一點的 但是八號仔呢 他就新鮮事足 或者說這麼說 那他去帶領一群人去做事的時候呢 他會是帶著一群人去打頭陣那一個 那他分分鐘就是一個decision maker 他們都幾常做這個角色 是的 因為他是leader 即是他未必 可能是他七號仔很適合幫八號仔打工 其實八號仔 健康的八號仔 應該都跟很多人都合得到的 那如果他不健康有什麼情況呢 不健康的時候 就可能會是比較dominant一些 即是很霸道 有機會的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手勢是適合八號仔的呢 我覺得呢 一個做leader 我覺得我也有少少這方面的element 我就聽說他們都是需要attention的 那我多數都是喜歡一些很大粒的耳環 那我會建議大家可以選這些 我們剛剛設計的很誇張的耳環 那帶下去就必定是成為眾人的焦點的 也都如果他想要威嚴一些 他可以帶一對很大對的鑽石耳環都可以的 告訴大家他是可以afford到這些金錢去買一件fine jewelry 那他在化妝方面 因為我聽到他就好像 他都是一個leader 那有沒有機會 怕別人難approach他 那有什麼化妝可以令到他柔和一點呢 他們呢可能傾向會做一些鮮明一點的化妝 譬如可能他們會喜歡塗比較紅的唇膏 那我覺得都是看不同的場地 或者他在不同場合的角色 如果他在那個場合 他是真的眾人的焦點所在 當然誇張一點的打扮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有時候可能當他的職位 可能未必是這麼高的時候 可能他就需要低調一點點了 OK 明白 那我們現在就講一下最後一個personality 那最後一個personality是什麼 就是九號仔和平主義者 哦 那就是剛才你說奧巴馬都是和平主義者 有些人覺得他是和平主義者 那是有什麼特性呢 他們就說明和平主義者就喜歡和平 他們很怕有衝突爭執 那所以他們希望大事化小事化無 那就最好了 OK 這些聽上去好像都是一個大好人來的 哦 大部分時間都是幾好人的 他們 我都喜歡和他們做朋友 當然啦 那他們有沒有不健康的時候 他們就很遷就人的 不過就得人有時候呢 有時候呢 就可能為了不想衝突啦 為了要遷就人啦 那所以呢 會是 就是毀不自己 毀不自己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可能他就會突然間爆發 嘩哈哈 好害怕哦 是啊 所以有些人就會覺得 九號仔呢 就會是 明明你是一個好人來的 為什麼突然之間會爆我的呢 嘩 那九號仔可能如果他發起脾氣都很大哦 嗯 所以九號仔其實呢 就應該就是 最好就是 令自己怎樣去 講出自己的需要啦 嗯 就會對他自己會是平衡一點啦 啊 OK 所以第一時間呢 千萬不要得罪九號仔 因為他一爆發很大劑的 那聽下去他們都是一個 一個和平主義者 也是一個lowkey的人 那他可能 人家未必注意到他哦 嗯 那你飾物上會不會可以幫到他們啊 我覺得如果他的personality 本身就是一個很lowkey的人 那就可以帶一對很簡單的珍珠耳環啦 突顯他本身的lowkey啦 或者一對鑽石stuck啦 就是keep住lowkey啦 那如果呢 他本身可能是一個很高職位的人 那他可以選擇 真的要帶一些誇張一點 但是可以簡潔一點的耳環啦 例如一對 一對這些媽鼻的耳環啦 他是誇張一點 但是都很simple的 我覺得這些會好一點 那我也有想請問你 那他化妝那裏 又怎麽可以令到他高調一點呢 嗯 他突出一點的時候呢 可以我們透過 塗鮮色一點的唇膏啦 又或者如果想突出得來 又不要太過份的話呢 可以做多一點點光影啊 讓他看上去呢 會是 那個面光澤一點啦 也都讓人覺得他面色是好看一點 輪廓突出一點的 嗯 明白 那今天呢 多謝你和我分享了九型人格 雖然這些呢 我們說的那些 都不是說非常仔細的 但起碼對大家有一個認識 嗯 希望幫到大家 好 我們下次再有不同的 topic 再和大家分享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和like這段片 如果你覺得有用呢 記得share出去 拜拜